秋风起蟹最肥,9至11月是品尝大闸蟹的好时候,但近期处于上市旺季的内地大闸蟹,突然因为价格腰斩的话题冲上多个社交平台热门话题榜,重庆,武汉,广州等多地大闸蟹价格触及历史低点,单只螃蟹售价最低只需7元,人民币。 综合内媒分析,大闸蟹供应充足,内地消费者购买力疲弱,以及电商平台参与抢占线下市场。 共同造成了大闸蟹市场供过欲求的状态。 据《工人日报》报道,在重庆三亚湾海鲜市场,每间水产店大闸蟹专区都明码标价,10元档居多。 现在是吃蟹的时候,产区会抓住这一个月尽快出货。 所以价格低,有经营水产生意的商户说,以母蟹为例,二两种约100克的降价差不多一半,零售最低7元已知。 央视财经报道,南京近湘河市场, 有大闸蟹销售表示,今年是大闸蟹最便宜的一年,最便宜的母蟹大概是两两,10元一只,最贵的25元一只。 一天大概卖两三千只螃蟹。 综合内媒报道,在重庆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等多地均出现大闸蟹价格触及历史低点的现象。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养殖系教授程永旭说,近年来全国大闸蟹的产量稳定在70至80万吨,而今年的产量应在80万吨以上。 他表示,今年各螃蟹养殖的风调与顺,大闸蟹迎来了近三年产量峰值。 大闸蟹相关的产业在今年迅速扩张。 内地商业查询平台天眼查数据显示,内地现有大闸蟹相关企业8000余间。 其中今年1到10月新注册企业560间,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34.3%。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,大闸蟹在数年前供不应求,吸引蟹农扩大投入生产。 但品种较好的大闸蟹的养殖周期一般超过两年。 于是在今年形成功过欲求的状态。 此外,大闸蟹价格下跌也与消费者购买力疲弱有关。 大闸蟹以往都是中秋送礼的首选。 但今年情况有所改变,消费者不如以往阔绰。 以致大闸蟹的需求下跌。 内地近年来兴起的网上带货。 对线下商户造成冲击,导致大闸蟹价格下跌。 有螃蟹养殖专业户表示, 电商普遍以轻库存为宗值,售价低于线下渠道。 Over to 源头线下渠道 sensual。 台湾 lists线下渠道称道一群 Saints ACC时。 Keimiz abundance。 这大闸蟹的�培式通用, 我的据书之间发望。